Hello 大家好 A今天要和大家介紹兩位全新的敬敵 我們今次的麻煩團隊 今次的麻煩團隊比較特別 就叫我們的納喊隊 他手拿著喇叭不停在納喊 都不知道他有什麼好 今次的納喊隊 多數會用我們的加勒爾的社民和家族 來不為和我們挑戰 今次的納喊隊的目的 是要讓瑪莉成為我們今次的聯盟軍 所以他就會在我們的挑戰道館的路上 就會在這裡阻止我們不斷地出現 妨礙主角前進 他們幾乎會經常佔領飯店 搶取交通工具 以及會在對戰中學道菜 借此在其他挑戰者前進 此外在瑪莉對戰的時候 他就會衝上來為瑪莉打氣 可以拿著他有樣子的毛巾圍去打氣 有些喇叭 叫瑪莉加油類似 在冒險旅途中 玩家多次 就會和納喊隊對戰 他們會妨礙我們參加道館對戰 他幾乎好聽瑪莉話 而且他突然會出現為瑪莉加油 今次的納喊隊的標誌 好像Y字 我會放在左下角 給大家看看他的Y字是怎樣的 說到納喊隊 就要說到他們的偶像瑪莉 這個瑪莉是挺特別的 是我們的主角敬敵之一 擁有不服輸的個性 為了達到某個目的 他和他的搭檔莫魯貝殼 一起向加勒爾地區的冠軍目標賣盡 他這隻莫魯貝殼 也可以形態變化 給我看這隻新島可夢的介紹 可以去我上條影片才去看 他可愛的外表和冷靜的對戰風格 吸引了很多狂熱粉絲 大家覺得他可不可愛呢 第二個要跟大家介紹的經歷 就是我們的比特 主角的經歷之一 他對寶可夢好著 聽著很強的自信 並擁有相當的實力 他拿著加勒爾寶可夢聯盟會長的諾茲 推薦一下去參加各個導工的對戰 除了他好像想成為冠軍之外 好像還有些企圖 如果大家看到他 應該會看到他的伙伴 雙倫細胞球 那好啦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右下角按讚和訂閱 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那 ahí